第1651章突围,重回轮回地墓,空,空,空,前方,一共有十道气息,如狼烟一般,可怕无比,最惊人的是其中四道气息,每一道,都不弱于那个黑袍老者,这不是普通的圣者,都是明圣大成的存在,甚至其中有一人,气息惊天动地,比明圣大成的存在,还强一大截,明圣巅峰, 举多人脸色苍白起来,对方这一次,出动了明圣巅峰的存在,而且,还有四个明圣大成,十几个明圣小成,这等阵容,太可怕了,若是被围住,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不会有任何机会,你们都进我的山河图,陆明大吼,照出了山河图,这么多人一起,肯定冲不出去,若是陆明一人,还有可能, 其他人没有反抗,陆明的战力,超出了他们,若是陆明都冲不出去,他们肯定也冲不去,顿时,所有人都被陆明收进山河图之中, 然后,陆明施展风雷步,调转方向,如一道闪电一般,冲了出去,这个小子,有洞天宝物,不要让他逃了,一道怒吼响起,二十多个圣境强者,疯狂地向着陆明追去, 其中,那明圣巅峰的强者,速度最快,一马当先,快速地向着陆明追去,后面,包括黑袍老者在内的四大明圣大成的存在,也急速跟进, 风雷步,就算再奇妙,速度再快,但陆明的修为,毕竟只是半圣第一阶段,与明圣大成,甚至明圣巅峰,相差太远了,所以速度上,依然要落后, 刷,那个明圣巅峰的强者,速度惊人无比,在快速地靠近陆明,一道可怕刀光,从此人手中斩出,向着陆明斩去,陆明脸色一变,明圣巅峰的存在,他万万不是对手,这时,泡泡打开时空通道,陆明冲进了时空通道,出现在万里之外, 时空领域,该死,那明圣巅峰的强者,抱吼一声,他身上的气息轰鸣起来,速度陡然增加,化作了一道流光,快速地向着陆明冲去,瞬息数千里, 这么快,陆明脸色大变,急速飞行,但没多久,又被对方靠近了距离,陆明只能让泡泡再次打开时空通道,就这样,连续几次之后,其他圣者,已经甩得没影了,但那个明圣巅峰的存在,依然死死地跟在后面,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陆明脑海不停地转着念头,泡泡打开时空通道,是非常消耗能量的,不可能一直能不停地开启,最多开启十多次,就会能量耗尽, 时空通道,只能关键时刻保命用,但用来赶路,是不现实的,这样下去,还没等陆明冲出百足战场,就要被对方追上了,去轮回地幕,陆明目光移动, 只能去轮回地幕拼一把,实在不行的话,陆明只能用出轮回己了,但轮回己,只有两道能量,权力爆发,能斩地级之下的强者,实在太珍贵,用在一个明圣巅峰之人身上,简直是浪费,傲舔天物,不到万不得已之时,陆明是绝对不舍得使用的,陆明立刻调转方向,向着轮回地幕飞去, 好在,这里距离轮回地幕不是太远,每当陆明快被对方追上的时候,陆明才让泡泡出手,打开时空通道,拉开距离,然后靠自己飞行,给泡泡恢复的时间 等到对方逼近的时候,又打开时空通道,拉开距离 就这样,一追一赶,无银山河,在两人脚下掠过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就在泡泡能量快要耗尽的时候,前方一座被批为两半的大山,出现在眼前 轮回地幕,到了,陆明眼睛一亮,直接冲了进去,冲进了那一条通道之中,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在陆明身上,陆明大步向前而去 没有过多久,那个冲胜巅峰的存在,也感到了,他也冲进了通道之中 碰,他猝不及防,可怕的压力,压在他身上,以他冲胜巅峰的修为,也直接坠落下地面,差点摔了一个狗吃,屎 轰,冲胜巅峰的强者,胜利沸腾,想要破开那种压力,追上陆明,但一点作用都没有 似乎修为越强,面对的压力,也会越强,最后,他连长得通红,也只能踏步向前,向着陆明追去 两人就这样在通道中前行,很快,一天就过去了 一天过去,通道依然茫茫无期,陆明心中一动,他们出来的时候,一天就走完了这条通道,但现在一天过去,前方依然慢慢 难道,进去时,半个月,而出来时,只需要一天 很快,陆明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依然没有走完通道 那个名胜巅峰的存在,是一个身材销瘦的中年男子,此时脸色极为阴沉 不过他是活了漫长岁月的老怪物,耐心自然极好 时间一晃,半个月过去了,通道终于走到了尽头 陆明跨过通道,进入那一片坟墓区域,顿时,坟墓发光,出现了一个个虚影,向着陆明攻杀而来 轰,轰,陆明连续几拳,将几个虚影击溃,快速地向前冲去 不久,名胜巅峰的存在,也冲过了通道,跨入坟墓区域 但,就在名胜巅峰存在跨入坟墓区域的时候 几座坟墓,散发出璀璨的光辉,法则之力汹涌澎败 那几个虚影,几乎化为实质 正静,死,一条火牛虚影,长吼一声,脚步踏下,绿燕雄雄 那名胜巅峰的强者脸色狂变,一刀斩出,半刀光崩碎 那火牛一脚踏在他的胸口,名胜巅峰的强者惨叫一声 身体远远飞了出去,口中鲜血狂喷,他的胸口,都炸碎了 若非胸为高深,生命力强悍,这一下,已经死了 陆明目瞪口呆,对方冲进来时,那些坟墓上的法则,怎么集体暴动 爆发出可怕的攻击,一举重创了名胜巅峰的存在 难道,这里圣境不能踏入,一旦有圣境踏入,就会引发坟墓上的法则暴动 陆明浮想连篇,这真是意外之喜,他本来想进入那轮回之地,躲避对方的追击的 但现在看来,不用了 哈哈,老家伙,有本事来追啊 陆明不禁大笑起来,脚砸碎,你给我等着,除非你一辈子躲在里面 明胜巅峰的存在愤怒的看着陆明,非常忌惮地看了看那些坟墓 然后转身向着通道离去了 第1652章振道法则 这家伙,肯定会在通道口读我,还有其他的圣境强者 陆明目视对方离开,心里私存 如今,只能在这里先待上一段时间了 陆明向着坟墓群伸出而去,很快来到那条路口 路口两边,两座大幕之上,分别出现了一条真龙虚影,和凤凰虚影 这两条虚影都非常强,不过以陆明现在的战力,加上刺身和泡泡的帮助 还是被他冲了过去,来到了黄泉河边 到这里,陆明照出山河图,山河图发光,黄陵,叶东方等人 还有那些被陆明救下的人,全部出现在黄泉河边 这里,是轮回帝墓,黄陵,叶东方等人一出来,就认出了这里 而那些没有进来过的人,则一脸疑惑,四下张望,看到黄泉河,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不错,这里是轮回帝墓,陆明脸色有些凝重,到,之后一段时间 看来我们要在这里渡过了,对方实力太强,以我的修为,甩不开对方 只能先到这里暂斃 能到这里,已经不错了,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黄陵说完,又看向陆明 陆明不仅站立惊人,也足致多谋,心思缜密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修炼,提升,等我们实力足够强大,再冲出去 陆明道,这一次,陆明救了将近五百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上等地灵体的天骄 还加上他们这些天灵体之人 只要他们的实力,再进一步,到时,就可联手冲出去 我们可放心在此修炼,本土那些圣者,进步来 陆明将那坟墓一变之事,说了一下,众人放下心来 陆明,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多谢你 不然,我们绝对就不出来人 黄陵真诚地道,不错,这一次,多亏了陆明 不管之后能不能顺利脱身 这个恩情,我叶东方,记下了 叶东方道,陆明,当初我们对你们出手 是我们的不对,希望你不要见怪 架顶四人,也踏步向前,向陆明道谢 无妨,我本来答应帮皇陵就奉皇宫之人 就你们,也是顺便而已 陆明淡淡一笑,接下来,众人三三两两 在这片地域分开,寻找地方修炼 陆明重新回到了奈何桥上 却不见孟婆身影 陆明打亮了一下那轮漩涡 终究没有跃下,就在桥头上,盘膝而坐 吞噬原石条西起来 当陆明修为恢复之后 陆明便进入到山河图中 来到悟道古树之下 之前陆明将皇陵他们收进山河图 此生已经带着山河图藏好 所以,皇陵他们 并没有见到陆明的悟道古树 毕竟悟道古树,太珍贵了 被人看到,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道石山河图,虽然珍贵 但在场的众人,都是地级势力的天骄 自然是见过的类似的洞天宝物 道也没有太过惊讶 陆明盘坐于悟道古树之下 静静悟道,参悟混沌领域 希望早日能将混沌领域 修炼成混沌法则 只要混沌领域修炼成混沌法则 进入半生第二阶段 陆明的实力会暴涨 到时面对明圣大成的存在 他可无惧 就算是明圣巅峰的强者 也有自信抗衡几招 那时,脱身的把握 就大增了 同时,明念此身 也在修炼 明念此身 早就点燃了实展精神之灯 接下来 同样也是以明文沟通法则 踏入半生第二阶段 而泡泡 也在修炼之中 其他人也是如此 在这片地狱 无人打扰 众人一心一意 提升实力 外面 有各族的圣境强者围堵 众人的压力都很大 压力大 修炼起来 提升的也更快 将压力转化为实力 日复一日 时光飞快流逝 转眼便过去一个月 明念此身 已经修炼到极限 好像随时可能沟通法则 跨入半生第二阶段 但这时 入明必须要考虑 明念此身修炼哪一种法则好 在圣境阶段 一般只能掌控一种法则 在突破圣境的时候 就是以法则为根基 明念出圣心 明念之道 可以以明文 借用天地间的各种能量 当然也可以以此 领悟那些法则 但那些法则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法则 如金木水火等 但明念之道中 有三种极其强大的法则 那就是 正道法则 七道法则和单道法则 这三种法则 极其强大 掌握每一种 都可怕无比 每一种 都非常难领悟 乃是修炼明念之道之人心中 至高无上的法则 就算比不过混沌法则 也是临近混沌法则的强悍法则 陆明的野心 就是领悟其中一种法则 到底该领悟哪一种呢 正道法则吧 最后 陆明下了决心 正道法则 可演化无穷攻伐之术 防御之术等 变化万千 无穷无尽 传说 有人领悟正道法则后 以正道法则 推演出破灭正道 毁灭正道等 都具有可怕的能力 能毁天灭地 正道法则 虽然极其难以领悟 但陆明有太极正盘 太极正盘之上 似乎就是蕴含着正道法则 决定了方向 明念刺身 再度修炼起来 转眼 又过去了三个月 他们进入轮回地墓 已经过去四个月了 这时 明念刺身 修炼到了关键时刻 山河图内 明念刺身头顶 使展金色的精神之灯 全部浮现 最后形成一道金色的火柱 直冲云霄 似乎要与明明之中的法则沟通 太极正盘 全浮于空 散发奇异的光辉 洒落在陆明身上 翁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 明明之中 有一股奇异的力量 降落在刺身身上 这一刻 刺身的身体上 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符文 这些符文 与明文相似 但却要高级不知道多少倍 这就是正道法则的体现 陆明众人领悟了正道法则 刷 陆明猛然起身 一掌踢出 他的手掌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形成一把璀璨的战剑 向前展出 一道剑气 将一座小山坡批为两半 接着脚步一踏 符文出现 凝聚出一条真笼 飞舞而出 奇妙 这就是正道法则吗 陆明眼中 闪过惊叹之色 第1653章混沌法则 凤凰涅槃 法则 无形无智 无法触摸 但却真实存在的 修行之人 领悟法则后 举手投足 都蕴含法则之力 威力惊人 宁念此身 抢先一步 达到了半生第二阶段 下一步 便是达到半生第三阶段 法则灌体 那时 便可开始冲击圣境了 明炼此身的突破 无疑让陆明实力大进 但这还不够 陆明的主身 还未突破 接下来 明炼此身继续修炼 熟悉正道法则的使用 时光匆匆 时间一天天过去 许多人都在这一段时间 纷纷取得了突破 很多上等地灵体的天交 以前是半生第一阶段的 纷纷突破了一个层次 跨入半生第二阶段 原本是半生第二阶段的 很多都跨入了半生第三阶段 最重要的是 下顶等天灵体的天交 原本处于半生第二阶段 它们也突破了 达到了半生第三阶段 法则灌体的境界 这样一来 它们的战力大增 丝毫不弱于黄陵 夜东方几人 而夜东方几人 原本就处于半生第三阶段 这段时间 已经到了半生的极限 若非这里是百族战场 要是在外面 它们都可以冲击圣境了 总的来说 它们的实力 提升了一大截 它们在等陆明出关 只要陆明一出关 它们就可以合力冲出去了 就在此身突破的一个多月后 泡泡也突破了 时空领域 转化为时空法则 之前 陆明像黄陵等人打听过 也了解到了 何为天地间最强的 十种法则 棍顿法则 号称万千法则的皇者 自然是十种最强的法则之一 而轮回法则 也是世间十种最强的法则之一 时空法则 掌控时间与空间 也为十种最强法则之一 所以 时空法则 修炼起来 也极其困难 即便是泡泡 天生掌控时空 还有泰坦天牛给的时空精石 也用了那么长时间 才修炼成功 领悟时空法则 跨入半生第二阶段 到了这一步 泡泡的战斗力 有了质的变化 达到恐怖的地步 悟到古术之下 陆明依然在修炼 混沌领域到混沌法则 这一步极难跨越 当初 轮回大地给了陆明依旅真正的混沌之气 陆明炼化之后 不仅让灵体的强度大大增强 还让陆明真正的体悟了一下混沌 对于混沌法则的领悟 会有极大的帮助 但即便这样 过去那么长的时间 陆明依然还没有突破 在泡泡突破后一个月 他们进入轮回地幕半年后 翁 环绕在身体周围的混沌领域 终于有了变化 浓郁的混沌领域 一下子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刻 陆明有了明雾 他睁开双眼 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轻面移动 天地之间 弥漫出一种无形的波动 然后 一缕混沌气流 在陆明指尖环绕 混沌法则 陆明眼中闪过奇异之光 如混沌之气在流转 经过半年的苦修 陆明终于掌握了混沌法则 跨入半生第二阶段 实力暴涨 陆明自己都不知道 混沌法则 有多强的威力 该出去了 陆明起身 一步跨出 出现在山河图之外 然后踏过奈河桥 却发现 许多人围成一个圈 似乎在关注着什么 陆明走了过去 来到叶东方身边 陆兄 你突破了 感受到陆明身上的气息 叶东方眼睛一亮 陆明本来的战力 就极其惊人 如果突破 恐怕会更加恐怖 他们冲出去的把握 会更大 嗯 侥幸突破 陆明点点头 揪 一声凤凰鸣叫响起 黄铃 陆明目光一动 原来 众人围观之地 有一团火焰熊熊燃烧 一只凤凰在火焰之中飞舞 却看不到黄铃的身影 看来 黄铃要念盘了 一旦他念盘成功 我恐怕再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叶东方一探 凤凰念盘 陆明低语 不错 黄铃的以前觉醒的血脉 乃是十强战兽之一的不死天皇 非同小可 后面修炼成灵体之后 一开始 只是下等地灵体 但不死天皇体 有一个特质 可不断念盘重生 每一次念盘 他的灵体 就会上升一个级别 惊人无比 这一次念盘成功后 他的灵体 恐怕会达到中等地灵体的阶段 叶东方解释 眼中露出羡慕之色 这和我的九龙血脉 何等相似 陆明心中一动 九龙血脉 刚开始凝练出灵体的时候 也是下等地灵体 需要吞噬炼化真龙的灵性精华 便能够不断晋升 而不死天皇体 却可以通过涅槃重生 实现进化 或许 觉醒十强战兽血脉之人 都不会简单吧 还有 天地间 无穷岁月以来 能够比肩十强战兽 或者超越十强战兽的 也不是没有 一旦觉醒那等血脉 也是恐怖无比 看来 能像龙神战体一般 能够不断进化的灵体 也不是没有 毕竟 灵体不是血脉 卷脉 乃是先天的 一旦觉醒 很能提升 但都可以通过涅槃丹 来提升血脉等级 而灵体 乃是由血脉修炼而来 并非先天的 恐怕限制没那么大 能够进化 也是正常 那团火焰 越来越烈 凤凰长鸣 不断飞舞 不过 一天之后 雄雄燃烧的火焰 似乎燃烧到极致 快速地收敛起来 露出黄灵的身影 此时 黄灵的修为 虽然还是半生第三阶段 但给人的威压 却比之前 强了一大截 就算是露鸣 都感觉到一丝压力 黄灵的灵体 已经进化成功 达到了中等天灵体 呼 火焰一收 黄灵起身 黄灵 恭喜 恭喜恭喜 叶东方 夏鼎等人 纷纷向黄灵表示恭喜 他们眼中 露出羡慕之色 但却不会气馁 灵体等级高 代表天赋更强一些 同级战力更强一些 但将来的成就 未必就更强 他们也是天灵体的存在 有冲击地级的潜力 将来修炼成五帝之境 之后谁的成就更高 就难说了 灵体等级 虽然代表了天赋 但历史上 也有人凭借夏等天灵体 走上巅峰的 第1654章 击杀明胜大成 黄灵连连点头 向众人表示感谢 然后他的目光 看向了陆明 黄灵 我也刚好突破 正好 今日 我们便冲出去吧 陆明道 眼中闪过一丝锋芒 好 今日冲出去 其他人纷纷点头 脸上 纷纷闪过一缕杀鸡 他们都是天骄人物 心高气傲 这一次 却被本土各族 逼得在这里躲藏半年之久 这让他们憋了一股火气 早就想爆发了 走 当即 陆明领先 向着出去的路 大踏步而去 将近500人 跟着陆明 气势惊人无比 出去时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 就来到了那条通道 果然 出去时 跨过通道所需要的时间 只需要短短的一天 当他们跨过通道的时候 果然外面响起了一声大吼 他们出来了 空 空 空 顿时 通道之外 四面八方 爆发出一股股可怕的气息 那全部都是圣境强者的气息 足足有20道左右 这些人 还真是不死心 居然在这里等了半年 二十多道身影 踏空而来 被圣光笼罩 气息厚重如山 圣微弥漫 杀 陆明大吼一声 直接杀了过去 杀 杀 杀 其他的青年 纷纷冲了过去 一道道可怕的功法之光 向前轰去 比起半年前 他们的实力 提升了太多 此 一个名胜小城的强者 盯上了陆明 一掌向着陆明轰杀而去 此的是你 陆明冷漠出声 施展这一天宫 一拳轰出 这一拳 蕴含了混沌法则之力 轰 一拳轰在对方的手掌上 对方脸色狂变 惨叫一声 他的手掌直接炸裂开来 可怕的尽力 催空拉朽一般 继续向着对方轰击而去 不 对方发出惊恐无比的惨叫 然后在这一拳之下 身体四分五裂 圣心碎裂 惨死当场 一拳 击杀了一个名胜小城的存在 让边上其他圣者 倒吸凉气 翁 突然 虚空波动 另外一个名胜小城强者身前的空间 好像镜子一般碎裂开来 而那个名胜小城的强者的身体 和着镜子一样 也碎裂了开来 又一个名胜小城强者 死 这时泡泡出手 以时空法则 一下子击杀了一个圣境强者 就 另一边 黄灵沐浴在不死火焰之中 一掌拍出 一只烈焰凤凰飞出 一个名胜小城的强者 身体狂震 被击飞了出去 大口吐血 一招被黄灵击成重伤 而叶东方 夏鼎等人 也全力爆发 他们每一人 都能与胜者大战 丝毫不弱 加上其他近500人添交联手 威力是恐怕的 联合起来 完全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找死 一个黑袍老者 目光冰冷 向着陆明沙去 此人 是一个名胜大城的强者 一只魔刀大手印 向着陆明轰沙而去 战力比名胜小城 要强大好几倍 陆明手掌上 陡然出现了一尊混沌翻天印 向着对方砸了过去 混沌翻天印 以法则之力催动 威力更加恐怖 直接击溃了对方的魔道掌印 看来 对方那个名胜巅峰的存在 再时不在这里 那就斩了这个家伙 陆明目光迸发出冰冷的杀鸡 他眉心发光 明念刺身踏步而出 太极阵盘发光 一幅太极阴阳于图案 向着黑袍老者镇压而去 黑袍老者魔光迸发 连续轰出两掌 与太极阴阳于图案对抗 但这时 他惊骇地发现 他的动作变慢了 如慢动作一般 秋 一道空间形成的剑刃斩过 黑袍老者的身上 出现了一道剑伤 鲜血直流 身体差点被斩为两节 杀 陆明怎么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一声大吼 神剑爵冲击对方的灵魂 在陆明突破半生第二阶段之时 灵魂得到淬炼 终于打破极限 现在 陆明的灵魂力 已经相当于一个名胜小城墙者的灵魂力 即便灵魂力还不如黑袍老者 但施展神剑爵 还是能够对方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 陆明已经出现在老者身旁 在老者惊骇的目光中 一拳轰出 轰击在老者的头颅之上 老者的头颅 就像是西瓜一般 炸裂开来 抓 陆明一爪 抓穿了黑袍老者的丹田 将对方的圣心 抓了出来 一颗漆黑如墨的圣心 如钻石一般 有一种晶莹之感 生念 弥漫着魔道法则 胜者的圣心 可是宝物 能够用来炼丹 或者炼器 市场上的价格 非常昂贵 陆明直接收了起来 而那黑袍老者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一个名胜大成的强者 在陆明 刺身 泡袍三者联手之下 几下子就被杀了 当然 这是因为三者配合默契 若是陆明主身一人 恐怕战力与对方相差不大 想要击杀 是不可能的 最多占据一丝上风 本土各族的圣境强者 看到这一幕 惊惧不已 连连后退 包括另外三个名胜大成的存在 同样如此 他们本来正全力对付其他天骄 看到这一幕 感觉浑身发凉 半年不见 陆明一拳轰杀一个名胜小城之人 甚至能击杀名胜大成 这也太恐怖了 冲 陆明也不恋战 趁此机会 冲出了包围 给我死 这时 后方传来一声惊天大吼 一道消瘦身影 急速向着这边飞来 正是那个名胜巅峰的强者 此人当初在轮回地墓内 被一座大墓上的法则之力所伤 伤了本源 这段时间 躲到不远处疗伤 等他听到动静后 陆明他们 居然已经冲出了包围 全部进山河图 陆明大喝 照出山河图 将其他人全部收进山河图之中 名胜巅峰的强者 他即便联合 泡泡 刺身 都不是对手 盛进 每跨越一步 战力都是几倍的增强 差距非常巨大 收起其他人后 泡泡打开一条时空通道 陆明直接跨了进去 下一刻 他已经出现在数万里之外 泡泡领悟时空法则之后 各方面自然急剧提升 时空通道的距离 也提升了好几倍 数万里之外 泡泡接着又打开时空通道 陆明又出现在数万里外 连续三次之后 陆明已经在十万里之外了 第1655章绝望的云开 那名圣巅峰的强者 看着不知所踪的陆明 目瞪口呆 然后发出暴怒的吼声 等他知道 被陆明击杀了一个名圣小城 还有一个名圣大城的强者后 更是差点突出一口老血 这一次 围捕陆明他们 算是圆满的失败了 半年前 不仅他受伤了 这一次 更是损失了两大高手 苦苦在这里等了半年 结果连对方一根毛都没留下 他们的郁闷 可想而知 通知各族 全力追捕百族战场 其他外来之人 以后 凡是看到外来之人 一律杀无赦 民胜巅峰的强者大吼 杀鸡浓郁无比 经过几次时空通道 然后陆明调转方向 向着百族战场的外围飞去 现在陆明的速度 何等之快 如一缕流光飞过天空 半日之后 陆明已经来到了 百族战场的外围 嗯 突然 陆明目光一动 他听到 前方有剧烈的轰鸣 那是大战的声音 陆明向前飞了过去 不久之后 陆明就看到 四个年轻人 正在被一群异兽追杀 是他们 倒是真巧 陆明嘴角泛起一丝莫名的笑容 那四个年轻人 居然是云熙 云开四人 一年多不见 四人的修为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云熙 刚进入百族战场的时候 修为就已经达到五黄九重巅峰 如今 已经达到了半盛第二阶段 境界与陆明相当 而云开三人 也达到了半盛第一阶段 但现在 他们危险万分 被一群异兽追杀 险向还生 云熙 云开四人 非常的郁闷 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在百族战场外围一带活动 在外围的一些城池中磨练 修为稳步提升 但在半年多以前 百族战场本土之人 不知道发什么疯 居然开始对外来的天骄 大肆裂杀 追捕 他们是运气好 躲过一截 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 这一躲 就是半年多 最近 他们的修为纷纷突破 才出来 想要冲出去 退出百族战场 回云地山 但出来没有多久 就碰到一群异兽的追杀 这群异兽的综合战力 比他们强一倍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冲 冲出去 云熙大喝 一杆长枪舞动如龙 挡住了三只半生第二阶段的异兽 他们想要冲出去 但那些异兽 死死地缠住他们 啊 云开 你干什么 忽然 一声愤怒的咆哮响响起 原来 是云开突然出手 一掌将云雀击飞了出去 许多异兽 顿时扑向了云雀 云雀发出愤怒的咆哮 爆发全力抵挡 云开 你 云熙也是暴怒 以他一命 换我们三人之命 直了 现在冲 云开大喝 眼中闪烁了阴冷之光 云雀拼命 吸引了一匹异兽 自然露出看空档 云开快速地从那空档中冲出 啊 云开 你将不得好死 云雀疯狂大吼 扑呲 他的手臂 被一只异兽撕裂下来 坚持住 云熙叫道 竭力向着云雀冲去 将一只异兽扫飞 显而又显地救下了云雀 哼 真是愚蠢 那么好的机会不冲出 那你们都去死吧 云开心里冷笑 不要让他跑了 一只异兽 口吐人言 顿时 几只强大的异兽 向着云开追去 包括两只半生第二阶段的异兽 云开脸色一变 将身法施展到极致 急速飞行 下一刻 他脸色一动 因为他看到前面 有一个人 这个人 自然是露鸣了 露鸣 是你 你来得正好 来帮我们抵挡异兽 云开冷喝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之光 向着露鸣急速飞去 很明显 他是要拉露鸣下水 来帮他抵挡异兽 好让他自己逃命 用心险恶 露鸣脸上 挂着淡淡的笑容 一动不动 云开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急速向着露鸣冲去 滚 突然 露鸣大吼一声 这一道声音中 蕴含神剑爵的威力 云开发出一声惨叫 身形停在了空中 而露鸣一步踏出 已经越过了云开 出现在云熙他们那边 杀露鸣又一声大喝 神剑绝随着音波之力 轰击而出 轰击在那些异兽身上 扑通扑通 一大片异兽 直接倒了下去 生机绝灭 刚才露鸣那一声大喝 那些异兽的灵魂 已经被露鸣击灭了 包括好几只半生第二阶段的异兽 云熙三人看得目瞪口呆 对他们来说 能要命的异兽 在露鸣一声大喝之下 死了一大片 这让他们像是做梦一般 随即 露鸣手掌虚空而握 形成了三条真元丝带 缠住云熙三人 急速后退 那些异兽 看着露鸣 惊惧不已 哪里敢追击 啊 救我 救救我啊 此时 云开撕心裂肺的大叫起来 刚才露鸣对云开那一喝 并没有杀他 甚至没击伤他 只是然他产生痛疼 身形停住 现在 他已经被那些异兽包围了 他一人 哪里是那些异兽的对手 顿时身上添加了几道伤口 露鸣 云熙等人 皆冷漠无比的看着 之前围攻云熙他们的异兽 看到这一幕 顿时嘶吼一声 都向着云开冲去 云开更加绝望 大吼起来 陆明 救我 救救我 我是云地山的弟子 你不能见死不救 陆明摇了摇头 这云开 这时候 还拿云地山威胁他 真是愚蠢 扑 云开的一条腿 被一只异兽撕掠下来 他发出凄厉的惨叫 叫道 陆明 云熙 我错了 是我错了 救救我 救救我啊 但下一刻 一只半生第二阶段的异兽 直接咬下了他的头颅 云开在不甘中死去 吼 吼 那些异兽 凝重地看了陆明一眼 然后把腿便跑 根本不敢动手 云开 真是死有余孤 云队恨恨恨道 之前 云开为了活命 居然暗算他 拿他的命去挡 他们没有一丝的同情 的确是死有余孤 云熙冷冷开口 随后看向陆明 抱拳道 陆明 多谢你出手相救 第1656章 九天时地 接着 云阙和另外一个青年云峰 也向陆明表示感谢 当初 陆明要和他们一起进来的时候 他们还看清陆明 那时 陆明的修为 才五皇六众巅峰 他们以为 陆明是想借他们之力 到百族战场磨练 但如今 一年多的时间后 陆明在他们眼中 简直深不可测 而且 还是陆明三番两次地救了他们 否则 恐怕他们根本走不出百族战场 无需言谢 我救你们 只是想乘坐你们的传送阵 返回苍州而已 陆明淡淡道 百族战场 距离苍州 恐怕遥远无比 没有传送阵 靠飞行 不知道需要多久 而云州 是最靠近苍州的大州 想要回去 先去云州 是最近的 云熙 云阙几人 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走吧 陆明道 向着百族战场外面的方向飞去 云熙几人 连忙跟上 到了这里 距离百族战场外面 已经不远了 不久之后 他们就飞出了百战战场的范围 出现在百族战场的外面 一飞出百族战场 陆明顿时感觉 天地间的混沌法则 更加清晰了 操控起来 更加随意自然 毕竟 百族战场里面的法则 太混乱了 百族战场之外的胜者 恐怕战力要比百族战场里面的胜者强 陆明脑海转过一道念头 在百族战场中 法则混乱 那些胜者 操控法则 绝对没有那么随心所欲 同级一战 外面的胜者 定然更强 陆明 我们去传颂这那里吧 云熙道 等一下 陆明道 然后眉心发光 一大群人 忽然出现 将云熙几人 吓了一大跳 特别是他们一感应这群人的修为后 脸色更加大变 这群人的修为 每一个 都不弱于他们 全部比他们强 有些人的气息 简直浑厚如山 深不可测 天骄 全部都是绝世天骄 云熙他们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陆明居然还带着这么一股庞大的力量 陆明到底在百族战场中 经历了什么 这群人 自然就是黄灵 叶东方等人 黄灵他们一出来 便四下张望起来 咦 这里的法则气息 不是百族战场中 哈哈哈哈 我们出来了 他们一感应 自然就能感应出来 这里已经出了百族战场了 顿时狂喜 他们总算脱离的险境 虽然很多人回去的方向 并非这一边 但只要出了百族战场 他们想要回去 就简单了 只是多费一些时间而已 然后 所有人纷纷对陆明表示感谢 云西几人 只能瞠目结舌的在一旁看着 陆明 以你的天赋 将来必定要走出苍州 毕竟苍州太小了 若是将来走出苍州 可来古月圣地找我 黄灵美眸流转 来到陆明身前 眼神中 竟有一丝不舍之意 只是被他隐藏得很好 古月圣地 陆明疑惑 他根本没有听过古月圣地 你没听过吗 黄灵道 没有 我从原路海外来 对原路 不是很清楚 苍州的典籍中 也没有太多记载 陆明道 你居然是从荒芜之地而来 这一次 不仅是黄灵 其他天骄 也是惊讶不已 陆明如此天骄 居然是从荒芜之地而来 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 荒芜之地 陆明更加疑惑了 为什么黄灵他们说的地名 他一个都没听过 当初 云龙谷主给了他一幅地图 是苍州附近几十个大洲的疆域 陆明 我和你说一下 整个世界大概的地域化分吧 传说 天地之间 一共有九天十地 传说 九天 并非是我们原界之地 而是天界 传说 天界与原界 乃是双生世界 天界有九天之分 而原界 则有十地 天界的九天 我不清楚 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 而原路的十地 分别为荒芜之地 醉乱之地 万魔之地 万妖之地 神兽之地 武行之地 天蓝之地 九幽之地 原山之地 神命之地 其中 荒芜之地 就是指原路之外 那无穷岛屿 总合起来 被称为荒芜之地 黄陵详细地解释起来 原路之外 无穷大海 那无穷大陆岛屿 居然只是十地之一的荒芜之地 路民有些发猛 不错 而我们所在之地 乃是十地之一的原山之地 原山之地 浩瀚无垠 疆域之广 难以计算 在原山之地 分布着无穷的大小势力 许许多多的地籍势力 动天福地无数 但是在所有的动天福地之中 有九个地方 最为有名 被称为九大圣地 九大圣地每一个 都是修炼的圣地 环境得天独厚 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 古月圣地 就是九大圣地之一 每一个圣地中 都盘踞着许多强大的势力 我凤凰宫 就在古月圣地之中 其实 百足战场的位置 是在古月圣地 辐射的范围之内 所以 来百足战场历练的天骄 几乎都是来自古月圣地 还有古月圣地附近的一些大洲 一些地级势力 黄灵继续解释道 陆明长呼一口气 眼中透露着震惊之色 他终于对原路的疆域 有了一些清晰的认识 浩瀚 太浩瀚了 苍州 已经极为浩瀚了 但也只是古月圣地附近 许多大洲的其中一个而已 在古月圣地中 显然有更加强大的势力盘踞 而原山之地 有九大圣地 纳的有多少个大洲 多大的疆域 但原山之地 只是原路实地中的一个 这等浩瀚的疆域 到底有多少天骄 有多少强者 恐怕无人知道 浩瀚无垠的土地上 每天 都有强者陨落 也有强者诞生 天骄崛起 演绎着各自的悲欢离合 陆明的眼中 露出了强烈的期待 苍州 还是太小了 以后 他肯定要走出苍州 前往外面闯荡一番 陆兄 将来前方古月圣地 一定要记得去找我 到时我们痛饮一番 夜东方豪爽道 雷神宗 也在古月圣地之中 当即 其他天骄 也纷纷向陆明发出邀请 不过 只有少数势力 出自古月圣地 其他势力 都是古月圣地周围的 地级势力 第1657章 唯一圣殿 秋月的下落 皇陵姑娘 夜兄 陆明心中有一事 想要请问诸位 陆明沉吟了一下 道 陆兄 但说无妨 夜东方道 诸位 可听过天下唯一 这句话 陆明问道 当初 在陆明还很弱小的时候 有一人 降临神荒 带走了秋月 唯有留下神荒之上 天下唯一八个字 神荒之上 陆明理解 很可能是只比神荒大陆更强的大陆 如果是那些如神荒大陆一样的海外小大陆 那就麻烦了 因为太多了很难找 如果是原路上的势力 黄陵 夜东方等人出自强大势力 见多识广 或许知道 所以陆明才提问的 与秋月分别 已经超过十年了 陆明甚是想念 不知秋月现今如何了 天下唯一 黄陵 夜东方等人对视了一眼 露出沉思之色 怎么 黄陵姑娘 夜兄 你们也不知吗 陆明心里 微微有些失望 天下唯一 天下奸敢这么嚣张 用这个称号的 很可能是唯一圣殿 黄陵皱眉道 我也这样想 除了唯一圣殿 谁敢称天下唯一 夜东方道 唯一圣殿 在哪里 是一个地级势力吗 陆明眼睛一亮 连忙追问 唯一圣殿 虽然在原山之地 但却不在古月圣地 而是在另外一个圣地之中 而且 唯一圣殿 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势力 唯一圣殿的强者 非常强大 听说 唯一圣殿的弟子不多 人也不多 但每一个走出 都号称天下唯一的 就比如 唯一圣殿的一个弟子 修炼的是火之法则 那此人就是火之法则中 独一无二的 强大无比 能力压其他修炼火之法则的天才 修炼其他法则 就能压制其他法则的天才 天下唯一 由此而来 黄陵解释道 每一个 都是天下唯一的 陆明难以相信 原路如此浩瀚 强者如云 虽然法则千千万 但修炼的人 则更加多 每种法则 恐怕修炼的人都非常多 特别像火之法则 水之法则等常见的法则 修炼的人更多 谁能说自己称雄 天下唯一了 唯一圣殿的口气 未免太大了 唯一圣殿这种称号 虽然太过了 天下天骄和其多 哪敢就称第一唯一了 但不得不说 唯一圣殿走出的人 确实恐怖无比 战力可怕 少有对手 黄灵道 不错 听说唯一圣殿 有一些强者 常年游历天下 专门寻找天赋 特殊出众之人 带回唯一圣殿修炼 培养 叶东方也跟着道 叶东方的话 让陆明眼睛一亮 唯一圣殿 专门有强者 行走天下 寻找天赋出众之人 带回唯一圣殿修炼 很有可能就有人 走到了神荒大路 发现了秋月 陆明发现了一些眉目 不管怎么样 唯一圣殿 他将来必定要走一趟 多谢诸位为陆明解惑 陆明抱拳道 陆兄客气了 那我就先离开了 百足战场的事情 要尽快上报宗门 免得又有天交进去 叶东方道 之后 其他人 也纷纷向陆明告辞 最后 黄陵以及凤凰宫的人 也告辞离去 只剩下陆明还有云西几人 我们走吧 陆明道 云西几人 下意识地点点头 不知不觉 陆明在他们心中 树立了强大的威望 这里距离云地山的传颂镇很近 不久之后 他们便来到了传颂镇那里 踏入传颂镇 回到了云地山 回到云地山之后 当初去接陆明和云龙谷主的那个老者 找到了陆明 告诉陆明一个消息 云龙谷让他给陆明带话 云龙谷主这段时间有事情 若是陆明从百族战场回来 可独自返回苍州 多谢前辈 陆明向着老者抱拳 老者点点头 带陆明出了云地山的范围 然后陆明拿出破空飞梭 向着苍州的方向飞去 云地山 距离苍州 特别是距离龙神谷 非常远当初云龙谷主赶路 都用了两天时间 以陆明这低级破空飞梭的速度 赶回龙神谷 恐怕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 反正距离定宝大会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陆明倒不是很急 慢慢赶回去即可 在赶路的这段时间 正好可以修炼修炼 秋为越高 对时间 就越来越麻木了 武皇能活一万到两万年 胜者更是有十万年以上的寿源 有些人 闭关一次 就是几年 甚至几十年 突破一重修为 可能需要几百年 上千年 一个月时间 真的不算什么 盘坐于破空飞梭之中 陆明手中 出现了几个储物戒指 这几个储物戒指 是陆明击杀了几个百族战场的盛进强者得来的 之前陆明一直没有检查 清点 现在正好清点一下 不久之后 清点完毕 即便以陆明的心性 一时目瞪口呆 发财了 真的发财了 里面的宝物 原石太多了 单是圣兵 就足足超过一百件 一共一百五十件圣兵 这是何等庞大的一笔数字 转念一想 陆明就知道了 这一次 那些本土圣者 杀了很多外面大势力进入的天骄 这些天骄 几乎人人都有圣兵 那些圣者将圣兵收集而来 自然多了 还有原石 也是堆积如山 不知道有多少 总之今后一段时间 够陆明用的了 我修炼万兵诀 正需要大量的圣兵 这下不缺了 这段时间赶路 正好修炼一下万兵诀 陆明私存 之前 陆明一心领悟混沌法则 将其他的放下了 万兵诀也一直没有修炼 在五皇九重的时候 陆明就能封印十二把圣兵 如今突破半圣第二阶段 领悟混沌法则 甚至在肉身之中 还炼化了一缕真正的混沌之气 他现在的身体中 能封印几把圣兵 陆明自己 都颇为期待 当即 陆明就开始修炼起来 运转万兵诀 开始将圣兵封印在学窍之中 第十三把 轻松完成 没有丝毫的感觉 接着 第十四把 第十五把 转眼 半个多月过去了 陆明已经出了云州 进入了苍州境内 第1658章 陆域苏磊 半个月的时间 陆明不断地修炼万兵诀 越到后面 封印圣兵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慢 因为圣兵越多 彼此贯通 形成的战兵之气就越强 对身体造成的负荷就越大 陆明必须步步为营 一步一个脚印 最后 陆明成功了 封印了三十六把圣兵 到这里 陆明才感觉到了极限 停了下来 要知道 当初万天成在半圣第二阶段 也才封印了十四把圣兵而已 与陆明相差太大 三十六把圣兵的战兵之气向荣 未能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就练完万兵诀之后 开始参悟混沌法则 领悟混沌翻天印 现在 混沌翻天印已经到了 第五个层次的巅峰 距离第六个层次 圆满层次 也不远了 时间流逝 又是几天过去 破空飞缩 在高空飞行 刷 突然 下方有一道璀璨的剑光衣闪 引起了陆明的注意 陆明走到水晶玻璃旁 向外观看 陆然眉头一挑 他看到了一个熟人 苏蕾 当初 在龙神谷通天福台那里修炼 与银龙谷的银城对赌 后面银城爱仗 还倒打一耙 那时无人赶出来为陆明作证 最后 还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出来 为陆明作证 那个小女孩 就是苏蕾 陆明对其 一直印象深刻 此时 苏蕾正被人追杀 和苏蕾一起的 还有一个年轻女孩 两人仓皇飞逃 后面 十几个大汉急速追击 陆明一步跨出破空飞梭 一挥手 将破空飞梭收起 然后向着苏蕾那边飞去 苏蕾 今日你们逃不掉 还是乖乖跟我们回苏家 免得受皮肉之苦 苏蕾后方 一个大汉阴沉着脸道 苏蕾紧咬银牙 一声不吭 急速向前飞行 吭 你们休想 你们这帮卑鄙之人 小姐绝不会跟你们回去 苏蕾边上 那个年轻女孩大声道 小丫头 大胆 你懂什么 你们回去 是为了苏家着想 为家族付出 是你们的荣幸 那个大汉大吼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急速地靠近苏蕾两人 苏蕾和那年轻女子 脸色越来越苍白起来 苏蕾师妹 别来无恙 就在这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 苏蕾一正 随后 他便看到 高空之中 一道身穿黑袍的年轻身影 他空而下 长发飞扬 陆 陆明师兄 苏蕾脱口而出 满是诧异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陆明 然后苏蕾脸色一变 叫道 陆明师兄 你快离开 但话音还未落下 陆明身形一晃 忽然就出现在苏蕾与那些大汉的中间 那些大汉 直接向着陆明冲了过去 为首支人大喝 小子 滚开 言罢 伸出一只大手 一把向着陆明抓了过去 陆明淡淡一笑 一挥手 在他前方 形成了一面真原墙壁 碰 那个大汉抓在真原墙壁上 就好像一个普通人的手 全力抓在一块钢板上 但力量更强 卡擦一声 大汉的手指直接蹦断了 而且 由于他们速度太快的往前冲 所以一个个一头撞在了真原墙壁上 碰 碰 碰 场面非常壮观 十几个大汉急速飞行 陡然撞在了真原墙壁上 一个个撞的头昏脑长 东倒西歪 口鼻流血 有些人鼻梁都撞断了 苏磊和那个年轻女子 目瞪口呆 好伴想 那十几个大汉才反应过来 为首一人大吼 小子 这是我们苏家内部之事 与你无关 赶紧滚 他虽然大吼 但眼中却带着凝重之色 刚才陆明明具出的真原墙壁 他们十几人虽然并未攻击 但身体四周 也覆盖着真原和领域 撞在上面 真原墙壁居然纹丝不动 反倒是他们自己 一个个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你们与苏磊师妹同族吗 露明目光 望向苏磊 苏磊红着脸 微微点点头 饺子 看到了吧 这是我苏家的私事 赶紧滚开 我们要带苏磊回苏家 为首大汉喝道 不 不要 我不要回苏家 苏磊连连摇头 今日你不回也得回 兄弟们一起出手 为首大汉大喝滚 露明眼中冷光一闪 一步踏出 空 天空轰鸣 一股可怕的力量 向着十几个大汉冲击而去 十几个大汉 最强的一人 也才五黄八重而已 在露明面前 如蝼蚁一般 不堪一击 碰碰 十几个大汉 直接飞了出去 一个个大口吐血 看向露明 震惊不已 这个青年 好强的实力 苏磊 你就算有帮手又如何 你不要忘了 你母亲现在还在苏家 你若不回 你母亲就要因你而死 为首大汉恶狠狠的道 顿时 苏磊俏脸惨白 眼泪在眼珠里打转 随时要哭出来一般 道 你们 你们不要伤害我娘 哼 你最好自己考虑清楚 我们走 大汉冷哼 然后转身 就要离去 我让你们走了吗 露明冷冷道 这让十几个大汉脸色一白 露出金句之色 露明师兄 让他们走吧 不然 我娘他 边上 苏磊出声 十几个大汉连忙向前飞行 消失不见 露明并未追击 苏磊师妹 到底怎么回事 那些人和你同族 露明问道 我 我 苏磊沉吟了半想 道 露明师兄 也没什么 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 你还是走吧 苏磊师妹 你是怕连累我吧 露明直接问 这个怯生生的女孩 心地很善良 而且没有什么心机 露明一眼就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苏磊双手扭在一起 一时间没有说话 小姐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那些人卑鄙无耻 为了自己 就要牺牲小姐你 什么同族 我呸 边上 那个年轻女孩不爽的道 这个女孩 是苏磊的丫鬟 叫做苏茶 性格与苏磊截然相反 露明眼中闪过一丝锋芒 道 姑娘 你来和我说说 是怎么回事 好 小姐心好不说 我来说 是这样的 苏茶叽叽呱呱地讲了起来 第1659章 姑苏城四家族 在这附近 有一座大城 叫做姑苏城 姑苏城内 有四大家族 苏磊出身的苏家 便是四大家族之一 其实 在久远的过去 四大家族 其实都是同一个家族 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四大家族分裂了 分裂出去的几个家族 纷纷改姓 形成了如今的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 有一个共同的祖地 每隔一段时间 四大家族都会派出年轻强者 互相比试 哪一家胜了 哪一家 就能派人进入祖地 获取机缘 而且 还是可以请外援的 不管哪一家族 只要请来的是年轻一辈 都可以代表某一家族 参加比试 毕竟 关系 人脉 有时也代表了实力 如今 又到了四族比试 争夺进入祖地的名额了 这一次 苏家邀请到了天神宗几个天交 帮苏家参赛 有天神宗的天交参赛 苏家 可以说稳操胜卷了 但天神宗的天交 却有一个要求 因为天神宗天交中 有一人中了火联毒 而苏磊 乃是玄音龙体 天神宗的天交的要求就是 要让苏磊 和那中了火联毒之人交合 这样一来 玄音龙体就会化解掉 对方的火联毒 苏磊得之后 便跑了出来 才有苏家十几个大汉追捕一事 但没想到 对方那么卑鄙 居然拿苏磊的母亲威胁他们 原来如此 陆明眼中 锋芒更冷了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秋行之人 为了利益 争夺不断 这样的事情 在浩瀚的原路 每天都在上演 没有实力 连自己的命运 都决定不了 其他人 其他事 陆明管不了 也不会去管 但这件事 既然被他碰到了 而且还是曾经搬过他的苏磊 他就要管一管了 苏磊师妹 走吧 我陪你一起 回苏家 陆明道 苏查 你带路 陆明非常直接 一拉苏磊的小手 踏空而去 好 苏查点头 当先向前飞去 如今 他也只能拼一把了 陆明 叫苏磊为师妹 应该是龙神谷的弟子吧 或许 陆明很强呢 陆明师兄 苏 苏家 可是有一尊圣者坐镇的 苏磊被陆明拉着小手 翘脸通红 但口中依然道 满是担忧 他虽然知道陆明很厉害 几年前就很厉害了 但比起那些半圣 甚至圣者 陆明肯定不敌吧 哈哈 圣者又怎么样 照样一巴掌扇死 苏磊师妹 你当初帮过我 这个人情我还没还呢 做过这次机会 以后怎么还你人情 难道要我以身相许 哈哈 陆明哈哈大笑 苏磊却满脸通红 不过经过陆明一番开玩笑 苏磊的心情 也好了很多 任陆明拉着 向着姑苏城飞去 姑苏城很大 在苍州 也是颇有盛名的大城 城中四大家族 每一个家族 都有圣者坐镇 在附近一带 可谓实力滔天 而且 四大家族 和苍州顶级势力间 也有盘根错节的联系 每当有天才诞生 都会送进 13个顶级宗门势力中修炼 就像苏磊 就被送进龙神谷修炼 到快要四祖鄙视之时 才返回苏家 没想到 会发生这一幕 不久 姑苏城便到了 三人直接来到了一片巨大的殿宇前 这里 便是苏家 苏磊回来了 守门的几个大汉 看到苏磊后 眼睛一亮 其中几人身形闪动 将三人的后路阻断 似乎怕他们逃走一般 其中一人 飞奔向殿宇里面 禀报去了 走 陆明松开了苏磊的小手 当先踏步 走进了苏家 苏磊和苏茶跟上 走进大门 走过一条长廊 就是一座范围极大的院子 他们刚踏入院子的时候 破空声不断响起 苏家的电雨中 不断有人迎闪烁而来 飞落在院子中 将他们团团围住 苏磊和苏茶的小脸 不由一白 陆明背负双手 脸色平静 气定神闲 苏磊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接着 有几道身影 来到院子中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身穿青袍的中年男子 覆手而立 散发出一股威严之气 青袍中年边上 站在一个年轻女子 长得还算漂亮 此时一脸冷笑 得意洋洋的看着苏磊 刚才的声音 就是他发出的 那就是苏家家主 那个女的就是苏家家主的女儿 苏秦 此人蛇蝎心肠 天神宗的天骄 就是他带来的 苏茶给陆明传音 陆明点点头 眼中流露金光 打亮苏家家主 半生第三阶段 法则灌体吗 陆明淡淡一笑 他一眼就看出 苏家家主的修为 是半生第三阶段 不过 苏家家主 最多只是下等地灵体 即便是法则第三阶段 在陆明眼中 依然不值一提 至于苏秦 修为更差 也只有五皇六众而已 苏家家主的目光 也落在陆明身上 眉头微微一皱 因为 他居然看不出来 陆明的修为境界 不过 他的眉头 很快就松开了 陆明应该修炼了 什么隐秘之术而已 既然和苏蕾走在一起 多半也没有多高的修为 无需多虑 家主 我 我娘呢 快放了我娘 此事与她无关 既然到了这里 苏蕾也豁出去了 他不向前 直面苏家家主 苏蕾 你急什么 等你帮正非解了火莲毒之后 自然会放了你娘 苏家家主之女 苏秦冷笑道 不行 我要先见到我娘 苏蕾咬牙道 苏蕾 现在 你没有资格谈条件 而且 能与天神宗天交行 雨水之欢 这是你的荣幸 说不定对方过后看上你 给你一个名分 那时 你就平不清云了 苏秦道 我不要 我就要看到我娘 说着 苏蕾手中 就出现了一把匕首 对着自己的心脏 道 今日若见不到我娘 我大不了一死 你们休想如愿 第1660章 现在不用选择了 你敢 苏秦脸色一变 尖叫道 苏家家主 脸色也是一变 没想到苏蕾如此当劣 陆明神色未动 他与苏蕾距离很近 苏蕾若真的自尽的话 他有几十种办法救下苏蕾 所以 他无需着急 先见到苏蕾的母亲再说 有什么不敢的 我娘若有事 你们只能得到我的尸体 苏蕾强硬道 眼中露出绝绝之色 去带他娘来 此时 苏家家主吩咐 若是苏蕾死了 就失去了作用 到时 天神宗天娇说不定一怒之下 就离开了 他们不得不顾忌 是 有人向着后面的电雨而去 不久 有人带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此地 蕾儿 你怎么回来了 快走啊 不要管我 中年妇女一看到苏蕾 脸色大变的叫道 闭嘴 术秦呵斥 放我娘过来 苏蕾叫道 苏家家主一挥手 那人就放开了苏蕾的母亲 反正这里是苏家 不明他们已经被苏家的高手团团围住 插翅难逃 中年妇女跑了过来 与苏蕾抱在一起 娘 你没事吧 苏蕾收起了匕首 打量中年妇女 蕾儿 你干嘛回来啊 你都跑出去了 你只要回到龙神谷 他们奈何不了你的 中年妇女 一脸欺然的道 娘 蕾儿不能扔下你 苏蕾道 蕾儿 中年妇女眼泪不断流下 忽然向着苏家家主跑去 扑通跪了下来 求情道 家主 求求你 放过蕾儿吧 蕾儿怎么说 也是苏家的嫡系 求你放过他吧 苏蕾一脉 本来是苏家的嫡系 还是颇有地位的 但苏蕾的父亲 爷爷先后战死之后 他们这一脉的地位 就一落千丈了 你起来吧 你也说了 苏蕾是苏家嫡系 我让他如此做 完全是为了苏家 既然是苏家嫡系 为了家族 牺牲一点点 又算了得了什么 而且 又不是要他的命 我这是给他机会 对方可是天神宗的天骄 苏家家主开口 冷漠无比 可 如此一来 若是对方不要蕾儿 蕾儿就毁了啊 家主 求求你 就放过蕾儿吧 苏蕾母亲 继续求情 今日 你求谁都没有用 这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然后 三道身影 跨入院子中 三个青年 身穿白袍 一看 就知道是天神宗的弟子 其中一人 脸色发红 好像体内有熊熊火焰在燃烧一般 此人 应该就是那中了火联毒的郑飞 在人大踏步向前 郑飞眼睛死死的盯着苏蕾 叫道 你们 还不赶紧拿下这个丫头 让他帮我化解火毒 还不快点 身中火毒 时时被火焰燃烧一般 痛苦难耐 郑飞恨不得立刻就与苏蕾交合 不错 一点小事 都一拖再拖 若我师弟有什么事 别想让我们帮你苏家 到时 我们直接去其他三个家族 看你们苏家怎么得第一 另外一个天神宗天娇冷冷开口 苏家家主和苏秦的脸色大变 若是天神宗天娇一怒之下 去帮其他三个家族 那他们苏家 就没有机会了 苏蕾 你个贱人 还不赶紧带着郑飞师兄下去 去服侍他 若是耽误了大事 不仅是你 你们都要死 苏秦尖叫起来 苏秦 拜入的宗门 便是天神宗 但他在天神宗 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请动了几个天骄人物来帮苏家 他可不想被苏蕾坏了好事 苏秦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想法 你自私自利 到时苏家得到第一 进入阻地 肯定是你进去 你为了进入阻地 就要牺牲小姐 用心真是恶毒 苏查再也忍不住 大叫起来 大胆 你一个卑贱的丫鬟 敢如此对我说话 长嘴 苏秦脸色阴冷 身形移动 就向着苏查冲来 一巴掌 就要向着苏查扇去 苏秦的修为 是五皇六重 苏查虽然有些修为 但不过是五皇二重 根本躲不过 助手 就在陆明当要动手的时候 苏蕾冲了出去 与苏秦对了一掌 让苏秦连连后退 苏蕾的修为 与苏秦差不多 但苏蕾的灵体 比苏蕾强很多 为中等地灵体 站立远在苏秦之上 苏蕾 你敢阻我 我告诉你 今日你没有选择 这一切 都是为了苏家 苏秦尖叫 没有选择 怎么会呢 这时 一直没有开口的陆明 终于开口了 其他人的目光 不由地看向陆明 小子 你什么意思 苏秦的目光 看向陆明 陆明一笑 他的手中 忽然凝聚出一杆长枪 秋 陆明手一甩 长枪如闪电 向着郑飞电射而去 这一幕 实在太突然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陆明会突然对郑飞下杀手 扑 长枪直接从郑飞的丹田洞穿而过 破灭了郑飞的灵神 将郑飞钉在地上 郑飞的双眼 瞪的滚圆 全部都是不可思议之色 他做梦也想不到 陆明会突然对他出手 然后 郑飞眼中的光芒暗淡下去 没有了丝毫生机 全场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 你 你 苏秦 抬起手 颤抖着 指着陆明 但想说不出一句话 之前 陆明一直站在那里 一句话都没说 苏秦都要将陆明忽略了 他做梦也想不到 陆明会突然出手 一击杀了郑飞 现在 不用选择了 他已经是一个死人 陆明淡淡道 啊啊 你敢杀了郑飞师兄 你找死 你找死 租秦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 郑飞一死 他的计划 全部泡汤 饺子 找死 杀 剩下的两个天神宗弟子 顿时暴怒 身上 弥漫出五黄九重的气息 正光弥漫 两个天神宗天骄向着陆明杀来 陆明一甩手 两胆长枪凝聚而出 向着两个天神宗天骄洞穿而去 两个天神宗天骄的攻击和防御 在陆明的长枪下 不堪一击 纷纷崩灭 扑 扑 两胆长枪 分别从两人的丹田刺入 将两人的灵神击灭 如同之前的正非一般 被定死在地上 一击必杀两个五黄九重的天神宗天骄 在陆明面前 不堪一击 耳拳 分别